不好意思 因为那个投影投不了 所以现在可能没有办法开始讲 所以我们就现在如果有现场有人 有对Harbor有些什么问题 我们就可以现场回答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们就现在就暂时进入那个Q&A环节 所以我们可以探讨一下 我们今天30主要讲一下 就是Harbor最近的一些进展 然后关于R2.9的一些功能 以及后续的我们的一些 您说 就是我现在知道 就是Harbor已经implement OCI spec1.1的一部分的内容 对的对的 应该现在是implement到 OCI spec1.1的RC2 对的 那有没有计划 比如说更新到最新的RC5 您是说distribution spec 还是image spec 我们image spec实际上 其实我下午4点 会有一个session和那个notation那边 就是ORAS 然后我们实际上是基于RC4的一个implementation 所以我们是我们的计划是会support image spec and distribution spec的GA 所以一旦他们GA的话我们马上就会出版本去support 所以说之后的话我们会在ORAS的2.4会支持到image spec的RC5 OK 其实我们现在在distribution spec已经支持到IC3 所以我们的demo实际上是完全是非常smoothly的 因为在ORAS的Client和Harbor之间我们基于一个spike 所以大家是不需要做任何的code的customization 所以我们就可以smoothly to support对方 所以就是多说一点 就是基于这个spike 然后Harbor是可以接入任何基于这个spike的client like cosine, notation, ORAS 好的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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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可能主要会讲一些 20.9上面Harbor的一些增强 然后我们主要是针对于 过去一些社区反馈的一些意见 以及主要是我们对于安全性做了一些增强 因为从SynSafe这边的一个趋势来看 就是container image的一个安全性 对于大家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考量 所以我们对于Harbor是一个SynSafe的 一个OFCI的register 所以我们针对于container安全性上面 做了很多一些增进 所以我们单独有一个security hub的一个feature 专门是对CVE的一个总览 然后提供System Admin的一些 对于整个你Overall Harbor的一个安全性的一个概括 包括一些你对CVE的一些filter 比如说在过去的一些feature上面 比如说Harbor是可以支持 Image的scanning 然后但是社区的用户很多反馈 对于我们来讲说 我想知道某一个CVE到底感染了哪些Harbor系统里的镜像 然后他们现在需要做的事情是说 我需要一个一个的去查每一个artifact的一个report 比如说我有一个lock 4G的CVE 那我想知道这个lock 4G的CVE到底影响了我 整个Harbor系统上面哪些artifact 所以我需要去one by one的去track 但是现在我们提供了一个centralized的一个CVE的dashboard 这样的话大家是可以在整个一个集中式的dashboard去查你的CVE 然后通过FujiDumbo你可以通过CVE的ID 去search你这个CVE到底是影响了系统里哪些artifact 所以这些是比较有效高效的功能去让你的setammin对整个Harbor是有一个系统性的总览 你的安全性是怎么样 然后你有哪些高危的artifact 比如说你整个系统里面拥有CVE最多的一些artifact是哪些 你作为一个系统管理员你就要pay attention to这些CVE 因为你这些artifact是有非常多的CVE 然后如果你还在生产中使用这些artifact 那就是一个非常不合适的一个行为 另外就是说 另外一个 您好 您说 而且如果有新的领域或者新的CVE生成的时候 在这个库里面是怎么更新的 是可以自动输入还是从哪个地方有一个统一拉取 您是说CVE CVE本身的如果有更新或者有新的领域发现之后 对 因为我们现在使用的是Trivi作为一个CVE的adapter 所以Trivi是有一个crown去拉取database的一个行为 它会从database的CVE库去后台与周期性的去拉取最新的数据 就是从上游去统固过来对吧 对的 那有就是我不太了解有支持这种人工的输入或者人工去维护这个 可以的 因为Harbor的用户的一些使用场景 是说它是在Edge的上面 它使用于Harbor它实际上是没有网络的 然后他们是可以offline去导入你的CVE的database 这样的话你是可以周期性的找一台机器去下载你的database 然后去offline去import到你的Harbor的scanner里面 然后这样的话也可以实时的保持更新 OK 没问题 谢谢 另外一个增强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是在总体的一个列表上 可以看到整个系统里你需要最重要关注的一些CVE有哪些 比如说我们会列出来一些CVEscore非常高的一些CVE给系统管理员 那他就可以看到这个CVE是被哪些artifact包含 然后那这些artifact如果还是在生产中使用 那这些就不太合适 OK 谢谢 因为我们这些所有做的增强 其实大部分都是从社区的一些反馈 我们收集了一些意见或者是一些无论是社区的用户还是企业用户给我们的一些feedback 所以我觉得我们非常热衷于听大家的意见 所以我们可以有非常多的渠道 包括slack channel 包括现场的这种feedspace 大家都可以反馈你们在使用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 比如说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些增强 包括CVE 包括GC 包括一些maintenance的message的一些cosmization 这些东西都是在用户在他们的生产环境当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然后他们说OK 这hardware能不能有这样的一个增强能不能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然后他反馈给我们之后我们实际上会交给我们的PM去做考量 然后我们会根据我们的一些priority会把它放到我们的肉脉里面 然后放到我们未来的某一个release里面 所以不好意思我们可能今天slide这边有点问题 所以我们会延时一点点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今天的session 今天我们是harware的maintainer track session 然后由我跟陈宇 我们两个都是来自于harware的那个team的maintainer 然后我叫王岩 然后目前是在maintaincf下面的harware和distribution两个项目 然后我主要现在在harware做technical lead 大家好 我叫张陈宇 然后我目前是harware的maintainer 今天主要是给大家带来我们harware项目最新的一些进展 好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呢 主要会分成几个方面 那么首先我会为大家介绍一下 harware项目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功能 以及它的一些架构等等 帮助大家更好的来了解harware这个项目 了解它能给用户带来哪些价值 那么第二部分呢 是这个关于我们在2.9的做的一些这个最新的一些功能上的一些分享 那么这些功能呢 其实也都是来源于社区的一些这些开的需求啊 或者是反馈的一些问题 那么第三部分呢 我们会为了能够让大家更清晰的去了解到这些功能呢 我们也做了一个简单的demo 会由王岩为我们分享 那么第四部分呢 是这个关于未来的我们的这个 这个harware的功能上的一些 我们即将可能打算去实现的这些功能 那么最后一部分就是关于 如果你对harware的有兴趣 想加入harware开发或者是问题的讨论 我也欢迎加入我们的这个这个这个一些讨论渠道 来来加入到harware的这个贡献当中去 那么首先是关于什么是harware呢 那harware它是一个开源的云原生的这么一个制品仓库 那么这里也可以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下 harware项目的一个成长史吧 那么最早呢 那么大家都知道1314年的时候 Docker技术的一个火热把这个容器镜像 也是置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 因为包括Docker公司的这个口号 Build Ship and Run 那这些这三个action所对应的这个对象 其实都是容器镜像 那所以harware就是这样一个项目 它是去最早呢 最早呢这个Docker公司呢 也提供了一个这个distribution这个项目 那这个项目它仅仅是提供了一个基础的 一个镜像的push的功能 但是对于企业用户使用的使用来说的话 其实光有这些基础的功能是不够的 所以harware在这个基础上呢 去增加了一些企业级的功能 那么harware项目最早呢 是14年在这个VML 中国研发中心内部的一个实验项目 当时还不叫harware叫Crain 那么后来经过两年多的一个发展 在16年的时候呢更名为harware并且开源到github 那么在开源到github之后呢 又经过社区用户的一些反馈以及迭代 我们就在18年的时候加入了这个CNCF基金会 那么加入基金会之后呢 又经过这个也是得益于CNCF的一个支持 以及这个广大harware社区用户啊 以及这些贡献者的一个支持 我们也是在2020年呢 成功从这个CNCF基金会毕业 那么也是中国首个从这个CNCF毕业的一个项目 那么毕业的概念呢 毕业的含义呢就意味着 因为CNCF对一个项目的一个阶段 是以成熟度来作为一个区分的 那么从CNCF毕业呢就意味着 这个项目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成熟稳定的阶段 可以去放心地去在生产环境上去做一个使用 好 那么接下来是Harvard给用户提供的一些核心功能 那主要涵盖以下这几个方面嘛 首先是权限控制这一块 因为大家知道在企业集去使用一个一些软件的时候 我们对于这个权限这一块其实还是很严格的 所以说Harvard也提供了以项目为维度的一个隔离机制 并且每个项目之间呢能够去配置不同的角色以及用户 那么不同的角色它是被赋予不同的权限 比如有的角色它可能只有pull的权限 那有的角色可能既有pull也有pull式的权限 那么还有一些更高级的这个角色 可能拥有这个delete或者是一些maintenance的这个权限 所以这也就是Harvard RBAC的这一套体系 也就是构建于我们的这个设计之上的 那么第二部分是这个关于这个制品的一个分发这个方向 因为现在随着这个企业的规模的一个增长 那大家的这个集群规模可能都是非常的庞大 包括可能会用到公有云 私有云 混合云 甚至是异构的这些架构 那么往往单一的这种镜像仓库 是没有办法满足这个企业的这个场景的 所以说我们也是从几个方面吧 来提供了这样把镜像分发到多数据中心的这么一个能力 replication的话其实是可以将Harvard上的镜像去 分发到这个对端的这个镜像仓库上去 比如说你可以将Harvard上的镜像备份到这个不同的registry 比如说阿里云 腾讯云等等 那么proxy cache呢是以一个 它可以将一个项目去设置成一个proxy的这种类型 那么设置成proxy类型之后呢 这个项目就会以一个这个代理的这种模式去运行 那么以代理模式去运行之后呢 它能够将上游的这些镜像去缓存到Harvard上 那么这样的话 当用户下一次再去从这个Harvard上去铺镜像的时候 就不需要再从远端去铺而是直接从Harvard上去铺 这样的话可以节省你对上游Upstream的一个访问 那么在一些这个上游Upstream有这个rate limit的场景下呢 这个功能会比较有效 那么另外一个是 大家现在的这个集训规模可能非常的大 可能达到上千的这个节点 那对于这些上千的节点 往往我们可能会有同时部署某个应用的这种场景 那这些应用呢它可能是以demon set的这种形式 也就是每个node上都会去部署这样的一个镜像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在这个场景下 我们依然使用这种单一的镜像仓库去拉取镜像的话 那这个效率会很低 对于镜像仓库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所以哈勒也是提供了一个P2P PreHit的这么一个功能 那这个功能呢可以说是将哈勒的能力和一些分布式的 这种P2P的镜像仓库的能力做了一个结合 做了一个集成 那像这个Dragonfly或者是Kraken 他们提供了这种通过P2P网络的这种方式来加速这个镜像的一个分发 而哈勒可以作为一个上游的这么一个仓库 去把一些比较热点的这些镜像提前去预热分发到这个镜像仓库 提前分发到这个P2P的这个网络里面去 那么第三部分也是现在比较重视的一部分 就是安全和合规这部分 那么在这一部分呢 哈勒也提供了一项 例如镜像扫描 镜像签名 以及这个CVE的导出这些功能 因为有的安全审计部门呢 可能会需要知道了解我当前系统里有多少个CVE 那这些CVE最终我希望以一个表格的形式作为一个这个证明去下载下来 那么另外还有呢 就是刚刚王言提到的我们这个Security Hub的一个能力 那么因为之前的Hub上缺少一个全局的这么一个安全的一个视角来看整个我系统里的一些健康状况 或者安全状况 所以这个功能呢也是填补了这一块的一个空白 那么第四部分呢 在可维护性方面呢 Hub其实是提供了基于策略的这种维护机制 那么用户可以以策略来驱动它的一个整个Hub的一个维护 比如说像一些Quota的配额的配置啊 一些Retention一些GC的这些配置 那么通过这些功能以及Policy的这些配合的一个使用 可以让你的Hub达到一个自运维的这么一个状况 就是说让你的Hub的这整个的一个存储啊 包括空间啊不会一直无限的增长 而是能保持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状况 那么最后一部分是这个可扩展性方面 那可扩展性方面因为你作为一个系统 你肯定是需要与外部的一些系统去做一些交互的 所以可扩展性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那么Hub也提供了基于OIDC和LDAP的这种认证机制 能够方便的将Hub和企业本身的这种账号权限体系 去做一个打通 那么另外还有像这个Webhook的机制 能够帮助用户去将Hub上的一些事件 去推送到用户的这个事件服务中 来帮助他们更好的审计或审查之类的 那么在Scan部分呢 因为Hub其实我们都知道Kubernetes是有CNI这样的一个定义 来适配多个厂商的这种运行时或者是这种规范 那Hub同时也提供了一个Plugable的Scanner的这么一个规范 那也就是说不同的安全厂商只要FollowHub的这个规范 就能够很轻松地去将自己的这种Scanner 集成到Hub上来 那么还有一些这个用户可能在 也会大家现在在用一些DevOps的理念 可能会在CICD中去Build或者Push镜像 那在CICD中去构建Push镜像的话 你如果去使用一个比较权限大的账户 那也是一个安全问题 所以我们也提供了这个Robot Account能力 可以去细化这个权限 能够保证你的这个使用的账号能够是一个比较最小的一个权限 那这样的话也会比较安全 那目前Hub的一个安装呢 其实我们也是提供了一些灵活的方式 那么最基础最简单的一种呢 就是Dual Compose的方式 那Dual Compose我们提供了两种安装猫 一种是离线安装猫 一种是在线安装猫 离线安装猫的话就是把Hubber的这些所有的镜像 都已经打包到同一个这个硅档文件里面中 那大家去部署的话 通过离线安装猫去部署 是不需要依赖外网环境的 在线安装猫的话就是仅仅是Hubber的一个配置的一个模板 那这些最终的这些Hubber组件的镜像 是需要通过Dual Hub上去拉取镜像来下载的 那这个是需要网络外网的一个环境保证的 那么第二种是目前也是比较用得多的这种方式 就是Helm Chat 因为大家现在都要用KYS嘛 那所以Helm Chat可以帮助用户在这个KYS集群中去部署一个Hubber 并且能够去配置一些这种高可用啊 这种可扩展性的一些配置 那么最后一种呢也是比较高级的一种方式 就是它除了它和前两种方式的不同在于 除了提供基础的Hubber实力的一个部署 它还提供了一些这种D2的Operation的操作 就是它能够将通过这种CRD的这种机制 将一些Hubber上的配置 项目的一些配置等等 通过CR的定义 然后以这个KYS Controller这种模式 去将这些配置Apply到Hubber上 那么这种方式呢它的缺点就是说它有一个学习成本 你可能需要去了解KYS的CRD的这种机制 以及它的一些概念等等 那么这个图呢是Hubber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架构图 那么最上层呢是Hubber的这个客户端也就是Done Client Cublet等等 那么再往下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层来看待 分别是这个代理层 服务层和数据层 那么它们分别对应呢 其实是一个由外到内的一个顺序 那么最上层呢是一个代理层 代理层的话其实是一个 以API Path为路径的这么一个代理服务 它可能是一个NGX 也可能是你的Ingress Controller 那它基于这种API的路径 将不同的请求分发到Hubber不同的组件上 因为Hubber本身是一个微服务的一个架构 那么再往下呢是这个Hubber的这个 自己的一些组件 首先是这个Hubber Core Hubber Core其实可以理解成是Hubber的API Server 它也是Hubber的大脑 它负责所有API请求的一个handle和处理 包括键权 中间键的一些处理等等 那么再往下呢就是一些这个第三方的一些组件 像这个Notary Charging Museum 虽然这些已经被deprecated掉了 但是之前它们就是以这个第三方组件的这种形式存在的 那么最后最底下这一层就是数据层 也就是最终这些用户的数据以及镜像的数据 它们最终存储的一个地方 那像Hubber的话是采用了Redis来作为一个缓存 然后PG数据库作为一个那个Hubber里的这些原信息的一个存储 以及那还有像这个镜像的这些层数据的一个存储的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本地的文件 文件块或者是一些S3 或者是一些云存储的这种方式 那么左侧部分我们也可以看到 Hubber也提供了这个可观测性的一个能力 那可以通过这个Promicius来暴露你的Hubber上的一些应用的一些指标 比如说你当前有多少个镜像 你镜像被曝露多少次 那么同时还支持这个通过Jager来作为一个分布式的一个追踪 也就是说你可以通过这个集成Jager的方式来查看你的API请求 它的一个不同的一个耗时的一个情况 能够帮助你更快地定位这种性能问题 那么右侧部分呢 是这个Hubber支持的一些scanner的这些厂商 目前可能会有更多 那像这个Clear 像Trivi等等 那目前Trivi也是作为Hubber默认的一个scanner 那么像这个Replication的这个Provider的话 目前也支持很多的公有云 私有云 或者是一些这种其他的开源产品 像DogHub 华为的Amazon的Google的等等 好 那么接下来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在2.9里面去提供的一些功能 首先是这个Security Hub 因为刚刚说到Hubber一直缺少一个这种 全局的这种安全的一个视角 那么所以Security Hub填补了这一块的一个空白 那么通过Security Hub呢 用户可以去看到它当前系统里 所有的这些CVE 这些漏洞的这些信息 它的一个情况 包括我们也highlight了一些这种 Top 5 dangerous Top 5 most dangerous的这种CVE 那么除了这些静态的这些展示呢 我们还提供了一种这种基于搜索的这种互操作性的一个展示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不同的CVE属性 比如说像CVE的ID CVE的等级 它的digest等等快速的将快速的去帮助用户去搜索 当前系统里某些CVE是存在于哪些镜像上的 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这个关于这个OCI distribution spec 1.1.0 RC2的一个值 那目前应该是RC3的一个支持 那因为Hubble其实作为一个云原生制品仓库 我们肯定是实时地去跟这个Distribution的这个spec 去做一个对齐做一个兼容的 那么在这个RC2里面呢 其实主要是引入了一些这种 Artifact的这种linkage的这种关系 因为传统的 其实这个是一个眼镜的一个过程 最早期呢这个可能我们只支持存储镜像 那么再往后随着这个云原生的一个发展吧 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一些制品 除了镜像仓 除了容器镜像之外嘛 还有像Helm Charge、CNAP等等这些制品 那么再往后眼镜呢 那这些制品之间又可以通过一些属性来做一些关联 让它们有一种这种linkage的关系 那么目前呢Hubble是支持将notation 还有Nidas 还有像Cosign的这个 这些制品去推送到Hover上 推送到Hover上之后呢 能够以一个这种accessory的 也就是附属的这种制品的这种形式来 attach到某一个subject的Artifact上 那这样的话也能帮助用户更好的去查看 它当前系统 当前这个镜像下附属 有哪些这种附属的制品 那么下一个部分呢 是关于在2.9我们做了一些功能上的一些增强 首先是这个自定义的这个Message Banner 因为大家在使用一些这个Hub的时候 可能经常对于运维团队来说 它是需要去定时的去运维啊 或者是发布一些通知的 但是之前可能缺少这样的渠道 那么自定义的这个Message Banner呢 可以去将 可以让管理员去配置一些全局的这种消息 然后呢 配置之后呢 这些消息就能够以这个 会展示在最页面的最顶端 那可以帮助用户更好的 指导当前Hover的一个情况 那么第二部分呢 是这个我们也 第二部分呢 是一个性能上的一些增强 那么之前我们的一个GC 比如说当你的Hover实例 很长时间没有进行过GC之后 那么我们知道GC最后 它的一个原理的话 是需要去删除一个这些 多余或者无用的这些 这些Artifact 多余的无用的这些Layer 那这些Layer如果说 是存储在S3上的 那么这些删除可能 如果是有很多的这个 镜像的一个情况的话 你的这个耗时可能会非常的长 所以我们是引入了这个 就是多Worker的这么一个 删除的一个机制 通过多Worker的这个方式 可以来加速你的一个GC过程 那么 在下面这个呢 其实也是关于性能上的一个增强 那么大家如果对于某一个项目下 经常有这种大量并发的去Push image的场景 那么由于之前Hover的一个实现的话 是基于PG数据库来作为一个乐观所的一个实现 那么在这种高频高并发的一个情况下呢 会导致数据库连接的一个占用 以及HighCPU的一个占用 那么所以我们在2.9呢 是通过引入了一种新的机制 也就是以Redis来作为这个更新Quota的这么一种方式 然后再以异步刷新的方式 刷新回这个数据库 那么这样的话不仅仅是减少数据库的连接数 同时也是减少了这些CPU资源的一个占用 好 然后接下来由王岩为我们带来这个demo部分 多谢陈宇 我们就把刚刚陈宇讲过的 一些2.9的增强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demo 在demo之前我们先Push一个Subject Manifest 然后 我们这里选择的是Redis的5.0 然后我们Push完之后 我们在Hub上面会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Unsign的一个Artifact 所以我们刷新可以看到 它的Status是没有Sign过的 然后下面我们就会用那个Cosign 去Sign这个Redis5.0 然后Push完之后 我们就会看到Signature Cosign的Signature 同时我们也会看到这个Redis的Status 会变成Sign 我们RefreshHabber的Status 然后我们展开是可以看到 这里面有一个Cosign的Signature 关联到了Redis上面 然后 因为它是一个OCI的Subject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它一些Details 同时我们在2.9还支持了Notation 作为Image Signer 去Sign一个Image 所以用Notation Sign过了之后 我们是可以看到 Redis上面是同时挂的两个Signature 一个是Cosign 一个是Notation的Signature 同时也可以看到它的一些Details 这里我们多说一句 就是说这个地方实际上 就是我们在Distribution Spike 1.1的支持 也就是说在1.1上面 是可以定义多个Artifact之间的关系 然后这里面的好处是在于 你可以去给一个Subject Manifest 例如Redis去签名 去挂载你的SBOB 然后挂载你的CVE S-Port等等 因为这种关系不仅仅维护在 单个Habber的节点上面 就是在Habber之间也是可以去做Replication的时候 你可以把你的Redis replicate到另外一个Habber上面 同时你的签名 你的SBOB也同时会被 replicate到另外一个Habber 也就是另外一个Habber 也会保持这种关联关系 同时这个是可以 任何一个签名都是可以被独立删除的 下面我们就去来看一下 Security Hub的一个真相 然后在演示之前 我们先去扫描一下这个Redis 然后我们是在2.9之前 我们是可以看到 点击这个Redis的Detail 是可以看到这些 所有的CVE的具体信息 在某一个Artifact下面 但在2.9之上 我们提供了一个Security Hub的功能 就是说实际上这是一个CVE的Centralized 的Dashboard 你可以看到整个系统有多少个CVE 以及有哪些需要关注的Artifact 也就是说这些Artifact有一些 有很多CVE 然后同时有哪些CVE值得你关注 因为这些是有High Score 可能会影响你整个系统的安全性 同时下面我们可以看到CVE的一些搜索信息 就像我刚才讲的 你是可以通过CVE的ID 系统关注员是可以通过一些定制的Category 去search你的CVE 去来查看整个系统的安全状态 比如我们是可以直接观看 查找Redis这个Artifact对应的CVE有哪些 同时也可以通过CVE的ID去search 那这个CVE在这个系统里面 到底影响了哪些Artifact 那这些信息是很方便对于系统管理员 去看你整个系统的一个安全状态 同时也可以支持一些CVE的危害程度 以及CVE的分数 比如说我们想要查系统里大于8.0的CVE 到底有哪些 下面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GC的增强 在演示之前我们先把demo的Redis删除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会执行一个GC的job 这里就是我们做的第一个增强 就是在2.9之前GC都是单线程去执行 那么我们听到社区的反馈是说 因为很多企业的用户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CICB pipeline 它会生成 每天会生成很多用过就不用的镜像 所以很大量 然后他们的反馈是说 他们虽然设置了daily的schedule 但是在一天之内 他们的量由于比较大 它并不能完全删掉 所以他们希望说 可不可以做一个增强 说能有parallel的deletion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做了一个增强 用户是可以指定 在执行GC的时候 是可以指定的parallel是有数量是多少 这里我们指定了两个worker 所以去执行GC 基于我们的一些测试 就是我们的内部的一些测试 是我们测过十万个artifact和1TB 总量是1TB的数据 基于我们的测试结果 是大概我们是可以有四倍的增强 速度的提高 这里另外一个小的增强 就是在GC的执行记录上面 我们会加了一些summary 因为这个增强也是基于社区的一个反馈 然后因为有的用户 也是企业用户 他们删除的量太大 以至于造成这个log实际上是打不开的 这个log因为行数太多 可能是有几百兆 所以它没有办法在UI上打开 所以它很想知道 这一次GC的一些summary是什么 然后它给我们的feedback是说 可不可以把一些summary信息放在history里面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做了一个简单的增强 另外就是在打开这个一个GC log 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引入了multiple deletion 所以我们为每一个worker assign了一个UID 所以在log里面我们是可以看到 有两个worker同时在删除文件 最后一点的增强就是 Customize the maintenance message 这个增强也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个企业用户 因为他们在使用Harbor 去sell他们的用户的时候 他们会说我们的Harbor 实际上它虽然搭了一个HA的Harbor的Evon 但是它还是有一个maintenance的一个downside的 一个taps up 所以他们希望是有一个时间去给他们做维护 那在这个时间它怎么能通知它的用户呢 然后它给我们有一个feedback 是说你可不可以有一个这样的机制 让我去定制一些我的Customize的message 然后这里我们是可以定制你的text 然后以及你的warning的level 以及是不是可以clickable 包括你的这个maintenance的时间窗口是什么 多久 比如说是一天或者是两天 然后当你设置成功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在最上面 我们是可以看到一个message 如果你希望是一个warning它就是一个黄色的 然后clickable的话就是用户是可以看到 并且可以把它关掉 这是一个 那这些是Harbor在ID9上面的一些增强 那后面我们会有一些后续的一些展望 陈宇会继续介绍 谢谢 好 谢谢王妍的demo 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 我们继续看一下我们在未来的Harbor版本中的 一些功能上的一些展望 那么首先是这个 Fullside Distribution Spec 1.1 因为现在其实已经到了RCA3的一个版本 那么之后GA之后呢 我们也会去及时地去和这个SPEC 做一个对齐 做一个兼容 那么这个SPEC其实主要 概括来说的话聚焦于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它引入了一种新的这个字段 叫Artifact Type 那这个Artifact Type的话 其实就是用于来定义用户自己的这种制品属性 那如果是对于一个镜像的话 因为我们之前可能接触的比较多了 就是镜像 那么其实随着云元圣的一个发展呢 用户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制品类型 比如说包括像这种目前比较火热的AI的一些模型 最终也可以打包成这个OCI的镜像 那这个时候它就可以去定义自己的这种制品类型 那么有了这个自定义的制品类型呢 也是能够更加方便用户去作为后期的一个这种管理和维护 那么第二部分呢 就是引入了这个Subject的这么一个属性 那么这个属性是挂载在Manifest上面的 通过这个Subject属性 你可以将两个制品 两个本来没有关系的制品关联到一起 那么构建出这样的一个关联关系之后呢 我们就能够去在用户层 在客户端层面去查探到我当前这个系统上 不同制品之间的这么一个这种连接关系 包括像刚刚demo里我们看到的 我们在一个镜像上attach了 这个cosign的signature和notation的签名 那么第三部分呢 就是这个refer的API 因为这个其实是对于第二种方式的一个衍生 因为第二种方式我们引入了这个Subject的属性 那么第三种其实是 引入了这样一个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API 来帮助用户去查询 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连接关系 就是说我可以查看我当前这个 制品上挂载了哪些附属的这些制品 比如说我当前的某个镜像上 我挂载了哪些签名 我挂载了哪些的文件 那么同时呢 目前在spec的定义中呢 你也是去可选的去支持这种artifact type 也就是说能够去支持根据artifact type的这种类型 来查找这个你一个这个artifact下挂载的这些artifact的这种类型 比如说你当前的artifact下面挂载了十个附属的artifact 但是你只想查询某一种类型 比如说我只想查询cosign的签名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可以通过这个artifact type这种类型 来做一个查询 那么第二部分呢 就是关于这个软件供应链安全这块的一个展望吧 因为大家都知道 现在其实对于云远市的安全也是越来越重视 那么对于这个 因为现在在安全界的话 经常也提倡的一个理念 就是说安全左移 也就是说我们将一些安全的这些 一些策略提前发现问题 在更早期的阶段去发现这些安全问题 那么所以我们也是考虑在未来百分钟支持这个SBOM 那SBOM的全称叫Software Bill of Materials 那其实它就是一个软件物料清单 那这个就有点类似我们去购买一个食品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看到食品的包装袋上 会写这个食品它的一个组成的一个成分 那么SBOM其实就是对应到软件里的这个食品 这个成分你的这个软件里 你用到了哪些的这种第三方的组件 你的这些组件的版本是什么 你的组件的 你的组件的这些license是什么 那么所以呢 哈巴也是基于考虑从四个方面来实现这么一个 SBOM的功能 首先是去支持我们通过OCI的能够自动的去生成这些 Artifact的SBOM 那么我们也会考虑采用这种 Plugbo Scanner的这种SBOM的方式 来方便各种各样这种SBOM生成工具的一个集成 那么通过实现这个SBOM呢 这个不同的哈巴可以去集成不同的这种SBOM的这种工具 来生成SBOM 那么第二部分 生成SBOM之后呢 其实有一个比较重要 有用的功能 就是我们传统的去扫描一个镜像 那一般这些Scanner的一个流程是 首先会把这个镜像铺下来 然后呢 铺下来 那铺这个镜像 其实首先要铺minifist 之后要把这些镜像的layer全都铺下来 因为它要去每一层的文件去做这样一个分析 最终才能扫出这个CVE 那有些镜像很大 可能是上百Gb的这样一个规模 那这个时候去扫描这些镜像 是一个非常耗时的过程 那主要的这个耗时点呢 可能就都存在于这个铺的这个过程中 你的这个网络传输 你的这个带宽限制等等 那么但是有了SBOM之后呢 我们其实就不一样了 因为当有了SBOM之后 这个SBOM上其实就有你 这个镜像上所有的这种 制品的这些组件的这些信息 那么有了这些信息之后呢 其实我们只要把这个SBOM 去铺下来之后 去对它做一个扫描 就能更快速地去知道 去了解这个制品上 目前当前有哪些漏洞 那么同时呢 这个我们也会考虑支持这种 可视化的一个这个管理和展示 因为SBOM本身它可能是一些 这种这种各种依赖的这种信息 但是不太利于用户去查看 但是我们可以提供一些这种 一些展示页面去帮助用户更好的去展示 去查看它当前的 Artifact下的一些SBOM的一些信息 那么最后一部分就是 我们刚刚其实上面也介绍到了 在2.9里我们引入了 Security Hub这个功能 那么它主要是为了提供 这种全局的安全视角 那我们的之所以 这个功能叫Security Hub 其实我们讲座的不仅仅是 对于某些CVE来提供这种全局的视角 而是所有和安全相关的这种能力 这种展示我们都会考虑 集成到这个Security Hub中来 那么最终通过这个Security Hub 就可以去更好的去管控你整个Hub的一个 安全的一个状况 那么下面是如果大家有兴趣去加入 这个Hub的一些问题的讨论 或者是开发的话 可以通过这个slack channel 以及邮件组 以及这个双周例会 大家通过这种双周例会 可以去和我们做这种在线会议 面对面的一些交流 去分享自己在Hub中的一些最佳时间 或者是遇到的一些问题 或者是一些需求等等 好 那么最后谢谢大家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也有中国用户的这个社群 如果大家有问题 都可以在群里去进行一个分享 进行一个讨论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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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